國際局勢,信息萬變。香港政壇,風起雲湧。政壇變動,和你深入分析。 梁錦祥,一周時事。 歡迎大家收看封人縣,我是比亞。 今天Johnny沒有空間,剛好成方二世組在澳洲來到多倫多,邀請他上來節目做。 我們先說一張嗨,來了來了! 除了他之外,亦有富豪追擊者也上來我們做節目。 沒錯,又回來了。 這次有些朋友看到香港,說想移民。 但是這個方法其實不太好。 這個方法就是因為你家裡,你什麼都不去反抗。 第一件事是移民,這是一個很混蛋的想法。 你說是不是? 今天早上我上Facebook,因為今天早上有很多時間等於香港的晚上。 其實香港時間昨天早上10時多已經關閉了。 Facebook,尤其是黃絲,黃絲都轉為黑色頭像。 那你轉為黑色頭像,那這三年你做過什麼呢? 現在你轉為黑色頭像,覺得自己做了事。 那你這三年,熱狗沖,其他人又沖,練初一這麼多事情加密。 你就去說這些人是無謂的反抗。 現在就說黑色,覺得是香港民主史上最悲慘的一天。 一國兩制正式滅亡,不如你想想你們三年做過什麼。 去日本的去日本,吃Brexit花生的吃花生。 去日本,香港人怎樣去日本? 香港人在日本是無法融入的,香港人基本上。 其實在日本,Gaijin也無法融入。 取貿日本老婆也無法融入。 對呀,你去到就做港王。 你又融入不了,其實反正更差。 其實在雨傘革命,2014年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雨傘革命, 人大831,港特首選舉那裏,雙保選那裏, 李飛一錘定音那裏, 那裏,差不多兩年零三個月的時候, 已經開始講移民了, 以前是雨傘革命爆發之前。 之前也不是反國教那些人, 有口說移民。 香港人是很賤格的, 他就說, 一很麻煩, 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第一件事是想什麼? 第一件事不是去想抗爭, 第一件事就是去想移民。 你覺得普遍香港人, 覺得移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是啊, 他看到90年代, 每個人都移民, 現在發生什麼事就是移民, 但是當時90年代西方社會是低迷的。 低迷, 還有那時候是香港所有的skills set, 香港人所有的skills set, 例如90年代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 英文是絕對是優勝的。 那時候很多人說得一口, 港式口音的英文, 但是他寫的方便, 還有他肯說的。 港式口音都好, 但是他在香港工作, 就經常都要跟鬼好說話。 要跟那些sir打交道。 跟那些鬼頭說話。 他當然有港式口音, 雖然現在的公民多數都是英文, 但是現在可能有些商業文件都要寫中文, 可能只寫簡體字, 因為那些客戶根本是大陸的。 所以當時香港人移民過去, 北美洲、澳洲, 英國都少, 英國都不是很多。 英國很多都是新界原居民, 以及二來就是, 就算你說有居英權計劃, 你知道那時候是公務員和大學畢業生, 就可以參與港英政府所給予的居英權計劃。 居英權計劃就是等於stock option, 你可以選擇有這個機會移民去英國。 但很多時候有居英權的人, 是不會去英國的。 那他們怎樣用這件事呢? 就是用英國護照來做旅遊證件, 以及他們的子女去英國, 讀私校也好, 讀官校也好, 他們可以給本地學生費, 讀書便宜一節。 所以他們所謂的外國護照就是這樣用了它。 不過他們不是很多就想著, 很多人都回流了, 移民了去英國一陣。 這樣說吧, 其實英國一向經濟低迷, 自從戴卓爾夫人Deregulate 了全部的製造業, 車廠、飛機, 之前很多國營的嘛。 例如英國宇航那些, 就變成空中巴士, 車廠那些, 大家有目共島, British Raven, 那些。 不是, Danny是Dennis, Dennis那些都收了皮的。 收了皮的。 其實怎樣說呢? 我想說, 七、八十年代, 即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香港人有的skills, 例如開廠, 你知道香港人以前管廠那些, 以及管生產線那些, 很多香港人在大陸, 叫做開荒牛, 除了上大陸之外, 香港人管廠那套, 譬如深售馬來西亞, 越南亞, 泰國亞那些, 有很多華商在那邊, 基本上他是想找一些人, 他信得過, 去管下面那些民工,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八九十年代, 北美洲, 都還有很多製造業, 即不是高科技製造業, 即是中低科技製造業, 市加坡很多製衣廠, 對,市加坡很多製衣廠, 還有很多膠廠, 啤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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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去到北美洲, 都挺吃香的, 所以就, 當年移民, 就不是那麼難, 但是現在呢, 現在是大膠, 現在就, 以前移民政策, 就很少改的, 有沒有印象, 即是八九十年來的那些, 以前只想你來, 以前, 以前是, 即是, 譬如跟父輩那些談, 很多時候在美國讀完書, 無緣無緣無故上加拿大, 一流流了四十年了, 或者留在美國, 有一份幼差請你, 譬如說是那些, 即是高科技機構, Bell Labs那些, IBM那些, 請了你一流流四十年了, 現在哪有這些歌仔唱, 譬如你現在在美國, 你要留下的話, 即是我們稍後會說這件事, 要Visa這個程序是非常麻煩的, 還有, 香港人呢, 以前呢, 即是, 在加拿大讀完書, 我有一間大公司請你, 他們會覺得很珍惜這個機會, 即是我們上一代的, Baby Boomer那些, 但現在的年輕人, 即是就算是早十年畢業那些, 每個人一畢業九衝回香港, 完全沒有空對留在那裡, 現在很多都留在那裡, 現在很多都留在那裡, 早十年都不是的, 全部都回香港了, 現在很多都留在那裡, 那就是, 其實呢, 其實呢, 明天就是美國, 大選, 告一收出, 有很多人就說, 川普贏了, 就會移民到加拿大, 但呢, 很多加拿大, 反而想到美國, 其實我們今集, 請來兩位, 因為他們工作關係, 上面都會看, 在美國工作的那些, 那些requirements, 那你們不如說一下, 為什麼加拿大人, 這麼喜歡在美國工作呢? 加拿大人先說吧, 那其實你要想一下, 這裡呢, 的機會是不是多了? 美國, 你只有三億人口, 加拿大只有三千萬人口, 那你和你想一下, 那些大公司的分佈, 其實你在美國是更好, 那有時候你說, 是讀醫學, 我認識好幾個,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在加拿大, 你想做醫生護士, 那護士應該都沒什麼事的, 但是如果做醫生, 比較特別一點, 就會是, 找老公, 逐不允業, 但是很難去, 入到政府醫院, 或者是, 除非你自己開診所, 那你都可能有regulate, 因為你不是說, 突然間有很多醫生, 去serve, 有幾個, 就是每一個地區, 有人, 有醫生限制的, 醫生人口限制, 是啊, 那分分鐘, 下去美國做, 還很賺, 那你和你美國人多, 還有, 看你做了什麼工種, 跨國那些, 通常都是美國最優勝的, 特別是, 某約, 大羅省, Sanfran, 這些, 都是那些, 比較上, 是國際化的地方, 公司都在那裡, 那你來加拿大, 如果你想找這些, 我恐怕就是, 就是, 你想發展, 在你的國際化, 的機會, 就比較少了, 為什麼, 做醫生, 在美國會比較好? 就是, 他不會regulate你, 就是, 他不會見你在, 學位在, 加拿大, 不是啊, 他有些在美國, 直接在美國讀, 接著在美國執業, 或者, 另外一樣東西, 加拿大人很多, 就是中美洲, 例如去巴拿馬, 去古巴讀嘛, 古巴讀嘛, 古巴讀嘛, 那裡, 就是, 中美洲有些國家, 其實那些, 為什麼會去中美洲讀, 因為, 其實他們是等於佛羅里達州的知歷, OK, 即是去巴拿馬讀, 就等於佛羅里達州, 就等於佛羅里達州, 百慕達, 巴拿馬, San Helena, 有幾個, 有幾間medical school, 我聽說, 都有人去那裡, 因為, 因為便宜, 以來, 容易很多, 即是容易入, 所以便去那裡讀, 然後便去美國執業, 但, 美國, 有沒有, 即是, 你知道加拿大, 醫生, 收病人都有一個限制, 那美國有沒有這件事, 美國這件事, 就不是很清楚, OK, 真的, 但總之, 就容易做到醫生, 對嗎? 容易做到醫生, 美國個有點不同, 因為美國有私人的, 可以是私人的, 可以是私人的, 有私人的, 有私人的, 還有, 你知道加拿大其實只有一個, 叫做Health Network, 是的, 但美國呢, 除了公立之外, 其實, 一般來說, 雇主, 除了幫雇員工強積金, 其實他們叫做FORO1K, 都會幫他們買醫療保險, 而這些醫療保險, 如果不是雇主所給的話, 一般打工制, 是難以負擔的, 於是, 其實有醫療保險, 給員工的大公司也相當之多, 那這些醫療保險, 基本上是幫員工, 比如說可以住私家醫院, 快點有手術做, 專科醫生, 用藥比較好些, 你知道其實不同的Health Network用的藥, 也有不同的, 是的, 在美國是, 你買不同的醫療保險, 就是差很遠的, 那些藥可以, 是的, 其實這個分別是, Beyond你住醫院, 你住三等房, 還是住私人房, 尤其是在癌症那方面, 用的藥是很不同的, 你想吃, 即是你想吃口服藥, 你想化療, 還是標靶治療, 你有沒有Health Insurance 效果員, 這些藥要等Johnny回來才說, 但是, 你如果要有好的醫療保險, 是不是大公司才會有, 在美國的大公司, 多數都是, 多數都是大公司才會有, Start-up沒有, 我有些朋友做Start-up, 是沒有的, 因為他沒有那些錢, 才會幫他工, 因為你知道, 其實你有minimum quota, 譬如你, 我一間公司, 我想用A公司來做醫療保險, 很多A記, 世界上, 有個minimum的, 爆銷單位, 不如你現在, 你三個人, 我根本就不會受理, 小的那些, 我可以幫你搭個customized solution出來, 但是很貴, 但是那些公司, 會不會看著這件事, 就會說, 我做不到這個保單, 但是我會給你錢, 你自己去買, 也有聽過, 有聽過, 總之就是, 如果你找到一份好工的話, 你在美國做事, 就不用擔心醫療, 因為那些公司會幫你工, 公司幫你工, 公司幫你工, 公司幫你給premium, 你拿著一卡在手, 世界通行, OK, 世界通行, 即是, 你去到泰國, 雙Q了, 入院都是那裡付錢? 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 最重要, 買留學保險, 這些東西, 但是, 你知道美國以內, 因為我的朋友, 他在澳洲人, 在美國工作, 但是他在滑雪, 弄傷了腳, 那他的腳, 弄傷了腳, 是指骨抄了出來的, OK, 他, 幸好, 公司幫他有保險, 如果不是張單, 7萬元, 7萬元美金? 是的, 難道是日圓嗎? 即是住院住了很久, 住了一個星期, 還有, 你除了那些, 即是, 難聽你講, 你要把肉塞進去骨頭, 他那些, 擔甲的那些, 那些都收到700元美金, 那裏, 那裏, 美國是這些, 責任你很貴的, 是的, 那, 除了, 除了, 這個保險, 這個其實很重要, 這件事, 那, 人工方面呢? 人工方面, 感覺上, 比加拿大高一點, 但是因為, 你, 你, 這樣說吧, 因為你, 美國是貴的, 人工比你多一點, 是因為你, 方便你去, 可以自己去看醫生, 就是, 那些, 洗費就會好一點, 但是因為你加拿大, 你稅項已經是比較重, 就是看你的稅收, 即15至20, 或以上, 那你, 看下去, 就好像少一點, 看下去好像少一點, 但是因為你, 因為你的公司, 你公司已經幫你扣了稅之後, 其實就是, 你已經apply了下去, 你那個, 你那個, 你現在說的, 其實是說那個, disposable income, 是的, 是的, 所以是看到一個差別, 只不過是說, 加拿大好像比, 你收到的disposable income, 就好像少了, 但是, 因為你這裡是自動, 是有醫療保險, 有成功, 某程度上, 你是平衡的, 是的, 還有就是, 加拿大, 即安省, 安省有CPP, 要工, CPEI, 美國, 美國水工這些, 除了1001, 美國是, 1001的公司幫你, 但是, 有公司沒有1001的, 我想說, 單一是沒有1001的, 所以, 基本上, 等於, 即是香港的強姦金, 美國, 譬如你沒有1001, 沒有health insurance, 一般來說, 有些有良心一點的, 即是, 我也跟start-up friends聊這些事情, 有良心的公司, 就會調高一點點, 給人工, 對, 給多一點錢, 其實你, 你, 你喜歡放入, Mutual Fund也好, 你喜歡怎樣也好, 這個是一個, 很自由主義的思想, 來的, 他說, 他說, 最好呢, 就是給你 cash, 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如果你覺得, 現在, 你最需要的, 是買一層樓, 或者你最需要的, 根本是, 就是, 買一輛車, 因為你需要一輛車去上班,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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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後, 你, 就, 你,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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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CPP就是Pension Fund 即是你將來拿的貨人金 你知道CPP在香港有很大的辦公室 整個投資股票在香港 除了股票還有他有買其他基金 買商場 他有很多REIT 安省的Teachers Pension Plan 和CPP香港有很大的Presence 因為香港的Analyst 很多獨一流大學的金融財進 很喜歡香港掘金 因為他們知道這些人熟悉北美洲環境 又熟悉香港的Business Landscape 所以他們的Analyst Office是很大的 他們寧願選香港 也不選新加坡 他們的Acquisition Target 反而在星馬等地 即是賣星馬 因為覺得錢質大 還有那邊有很多 星馬我可以說是一個asset的熱帶雨林 裡面有很多鮮為人知的東西 鮮為人知 但可能是風險高一點 有危有機 EI這件事 其實我們正在供應一些沒有工作的人 大家要知道 供應是沒有什麼用的對比 價格老中 是幫人的 這個完全是charity 那就是有一個安全網 有安全網 這個又不是不好的 因為你知道加拿大公司很流行 layoff人 那一 layoff人 你就要拿 工作市場有5萬 是的 如果沒有EI這件事 其實對整體社會沒有那麼好 因為如果沒有EI 那些人就會 隨便拿著一份工作 那他隨便拿著一份工作 他就可能失去了一個機會 去拿一份更加好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是兩個政治哲學不同 兩個國家是有兩個不同的政治哲學 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學 我知道我們三位都覺得在美國做事是好一點的 但其實是因為我們去做的工種是好一點的 例如你去駕駛的士 或者去駕駛巴士 那加拿大一定是好一點的 我想其實加拿大和澳洲 因為我們說的工種 在美國的工種比較高一點 因為有幾個原因 一來就是他們的市場比較大一點 二來就是他們真的要欠人 你不給得夠錢 沒有人跟你做的 但是加拿大和澳洲你說駕駛巴士 護士 藍嶺那些 體力勞動 體力勞動 或者低一點技術那些 加拿大的人工是會高一點的 加拿大的最低工資是 每一個省不同 11元多左右 11元20多 11元20元 安賺 安賺 對 其他我不知道 我們這次到這裡 下一節我們就講一下 加拿大人怎樣去美國做事 加在海外 深系香港 百川匯聚 四海文集 歡迎收聽封人員 第二節我們今集 就是有成邦二世祖和富豪追逼者 來講一下加拿大人去美國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加拿大 加拿大想去美國做事 以及究竟怎樣去美國做事 我們現在就講一下流程 究竟怎樣去美國做事 流程你怎樣去美國做事 先指聲明 有這個我們所說的東西 只是for reference only 有什麼的話 自己檢查一下 自己檢查找回專業民事意見 有什麼流程呢 有些行業是不能下美國做事的 做雞浪不能下美國做事 你自己上微信去找 一般來說是熱門行業 不如說回 熱門行業 就是management consultant 還有IT佬 IT佬 其實最熱門 加拿大人到美國 因為IT佬都分很多種 比如說programmer 其實這個是幾個月前的資訊 就未必可以的 很多時候你說 太多嗎 對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IT都放進去呢 他就用了一個category 就叫computer analyst 他就用這個 任作而已 不是任作的 移民局檢查的 在波打的時候 他檢查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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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公司那邊 都會提供legal advice 給你的 在公司給的 律師會問你 拿一堆你的supporting document 有你的畢業證書 certified copy 你之前做過什麼工 講一下job duty 加拿大人就不用 加拿大人要搞下去 就不需要一個 叫做labor market opinion 但比如你說 澳洲人過去 都要一個 比如說department of labor 要 certify 在本地就請不到人 只可以外面找個人 加拿大人不需要 因為有Naphtar 有Naphtar 但是特朗普想廢Naphtar 特朗普想廢Naphtar 是 特朗普很討Naphtar 他廢了才算 給他總共 你猜美國是一年堂嗎 如果是一年堂 就大了 全世界大了 全世界大了 你說熱門的工種當然是 Technology這個行業 包括軟件 一些新的material 例如一些變形金屬 變形塑膠 和medical device 這個叫medical device 醫療設備 醫療設備和medical science 二知 二知 譬如一些新的心臟起泊器 做手術的機械 那些都是一個很熱門的行業 但這個在加拿大人也很厲害 尤其是多人多 對 很厲害的 醫療設備的工程 對 流程就是 例如 在加拿大人來說 就是律師會寄出你的 document 這樣就會寄到美國移民局 即是美國移民局 只要在美國以外的地區 遊遞去當地的美國領事館 其實多人多 溫哥華 是很多 收這些很多 即是 他收了之後 他會發封信給你 即是我有些朋友在加州住 你要去最近的美國邊境 很遠啊 在墨西哥 不是啊 去餐城 去溫哥華 即是去溫哥華 但墨西哥不是最近的 我想說 很危險啊 是不是叫Tijuana Tijuana 你在美國出墨西哥很快 但你從墨西哥回到美國 那就是捉蟲 一般來說 公司會贊助你機票上溫哥華 這麼棒 可以去紅色喝一餐茶 你才下去 是啊 因為加拿大人 因為這個叫北美自由貿易 NAFTA的關係 就不需要這個 努力市場評論 那其實你去到邊境 如果移民官覺得你的資歷 和你的履歷 和你的學歷 學歷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曾經試過有人說 他第一級不是科技科學 就被人倒下了一個TN Visa 任何人說 就是看你那天是否醜 很可憐 當時在一個環境 即是Homeland Security 就會簽發這個Visa給你 其實一般來說 Homeland Security簽的 不是Custom Custom 不好意思 我都說我不熟悉 所以真的找回GDP的意見 有兩個身份 一個叫TN Visa 這個就是Under NAFTA 這個其實是可以永續的 但是這個就不可以 變成 申請這個叫做 美國的Permanent Residency 就是永久居民 即是綠卡 這個只可以永續 而且這個移民局 如果看到你不斷在renew 的話它有權不續你 就問你做什麼不搞移民 另外一個叫做正確途徑的移民 就叫做H1B H1B 一年有Quota 有6萬5個 其實H1B有這6萬5個 其實是不單止加拿大人可以申請的 其實基本上是很 全世界低風險的國家可以申請 但是H1B也差不多是其餘國家之外 是一個比較容易拿到6卡的工作簽證 一般來說就簽三年至六年 那些公司會叫你申請哪樣 TN來說第一次就多數TN 然後就叫他申請H1B 基本上是很壞的 就是看你公司和公司 和看你老闆當時是怎樣的 即是如果老闆當時 我請你這傢伙 我就是想你做個project 跟兩三年 那之後get rid of you TN 那就是TN 但H1B來說 你有差不多的seniority 以及如果你是公司的重神 他就會跟你申請H1B 他會不會直接說sponsor是網絡卡 我有聽過 即是很厲害 我有聽過 因為sponsor網絡卡很煩 sponsor網絡卡是花很多錢的 你這個給律師賺的 有一個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H1B visa 我不記得是201401 因為它只是65000個cap 因為其實是每年某一個月開的 他在極之短時間裏面 是某一個經濟強國 已經fill in了他那65000個quota 這麼賤假 沒有分開隊排嗎 沒有的 你猜一下哪個強國 不是中國 印度 沒錯 很久了 對 就是 哇 那就是 很奇怪 很狂爆 還有我想說 你那65000個quota 你知道其實現在很多大公司 例如你說 我的cyber security 是外判出去做的 對呀 判去印度 或者是 我的billing system 我的trading system 其實不是in-house做的 是請外面的公司做的 還有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顧問公司 就包起很多大公司的 internal contract 可能譬如包十年 那樣 那它是seconment 那些人到那間公司做 那些人是有譬如 那間公司的email 但是其實它是employed by 這些顧問公司 那其實呢 我不記得2014年 2015年 H1B visa就是給印度 這幾間U字頭的大型 包銷contractor公司 去拿了相當數量的H1B quota 這個就跟加拿大不同 因為加拿大呢 就是會分隊排的 不同的 其實是無限的 不同國籍 即是不同國籍 就是不同隊的 對呀 不同國籍不同隊 其實我想補充 我來自的澳洲 都有自己一條隊的 那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 不是啊 在說美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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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它有一個叫E-free visa 就是專門為澳洲人去美國 這個是無限數量的 這個其實你怎樣申請呢 你只要satisfy到 Department of Labour 本地請不到人做這個 做那樣 基本上呢 你已經可以去到 對 但其實一年很少人去 只有二三千個人去 其實沒有什麼澳洲人 有興趣去美國 一月二三千人都不少 澳洲那麼少 我猜大部份是IP人 我猜大部份是IP人 是嗎 對 但這個是變成錄卡 OK OK 那你說的流程都是 因為呢 其實近這半年呢 很多美國公司去澳洲選擇 譬如有間做網上商貿 A字頭的東西 但本來在西亞圖那間 什麼都買那間東西 是的 那他又是在澳洲選擇 或者想找一群人去 即是 他想在美國那裏 是的 那其實 想一下 不過其實說回TN 和那個 剛才我們說的H1B 其實TN 唯一是怎樣說呢 如果你是加拿大國民 你就容易去拿到的 因為我有幾個 我認識的 都已經在那裏 用這個身份 是在美國做事 那就是要 即是 合理情況 你要去renew 但是呢 就沒有那個國籍給你 即是剛才說的六卡 但是TN 那個正常 H1B呢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是 有另一個做法呢 就是 看你 是否 看你公司 怎樣給你 通常呢 它是三年就續一次 第二次 你問六年 六年之後呢 就很奇怪的 美國呢 就會要求你離開美國 一年 接著再apply 所以 你就要想清楚了 如果你是美國做事 加拿大公民 或者是其他的國籍 或者是香港人 如果你是入H1B 而你在那裏做事 已經快要六年了 你想清楚你的去向了 你最好問的公司 有沒有辦法 做綠卡 還是怎樣 有intention 你是想留下美國的 那這個呢 就是 你們自己的決定了 那個TN要申請幾晚 搞幾晚 TN應該 因為那個時候 是我的同學仔 就在美國讀書 就變成他去美國 直接找工作 基本上都很快搞定 那 Exactly 多久就不知道 我想應該一頭半個月 一個月 三個月 之前就搞定 因為在美國做 搞定的 但如果在加拿大報 加拿大 要提醒大家 所有 拿那個簽證 那些 麻煩你 要有 美國公司出了 工作 你才可以簽 你不要 浪費氣 對 如果不是你做來打什麼 真的 這樣 真的 不過我相信 如果你說你是跨國公司 你說 我打個假設 你說 你想 有興趣 想apply 去美國的分工 分公司 應該都很大 紐約 整個地方 如果是LA有辦公司 的話 跟你的主管 嘗試商量 看看你的工作表現如何 他批的 做內容 可以的 那你才跟他 我想 這樣的公司 應該會 照你 跟他贊助 工作簽證 如果你去報美國的工 你不是 報分公司 即是 數人 報美國的工 那他請你的機會 有多大 當是一間大公司 不要說是小公司 即是他們 足夠的財物 去贊助你的 我會 我未試過 所以我不知道 我猜 起碼 五博也有些機會 也有些機會 有些機會 即是他會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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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傢伙是 你足夠的位置 你是 你是 你滿足到 你說H1B 他所裡別 或者TN 所說的工種 那你就可以 其實 這個 就不一樣 加拿大 加拿大 很多時候 比較主張 請回加拿大人 那就真的 什麼 不想說 這句 不是加拿大人 可以在加拿大 有合法身份 合法身份 但美國 美國就比較 實際些 他就會看 美國人厲害不厲害 即是如果你那個人厲害 我不管你是什麼人 都會請他們過來 對 機會就是這樣給你的 在加拿大 我補充一點點 就是所謂Canadian experience 我們相信很多的聽眾 即是剛剛移民 或者好像我們這些學生 即是移民那些 就最 經歷了都不少 即是 我們 為了要拿Canadian experience 特地要做volunteer 要做一年 但都沒有錢收的 那些車錢 車錢有錢 即是我那些刺激 然後做完之後 你又不知能否找到工作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我記得 那時候 我們去 apply 加拿大的firm 即是由大學的內網去做 我個人 很在 有一間小公司聘請了我 但你說大公司想轉工 真是good luck 即是有看你的成績 結果就輾轉 加拿大就 就這樣 我就在亞洲工作 就這樣 2加2很多 對 現在 你在加拿大讀大學 他就會批個visa給你 即是不用作魔法 以前 不可以邊讀邊做 是不行的 即是因為 因為他腎笨 因為他覺得 喂 我 我在這裡訓練你幾年 你拿到我的知識 但你走 你都留不到他 所以現在就想留回 其實這幾年 你這樣說也對 因為我有幾個 認識的同學 朋友 他們都是香港 居民 沒有加拿大國籍 來了加拿大 讀完書 上天已經變故了 即是加拿大有工請他 然後透過這個方法 申請移民 又可以 這些就是很幸運的例子 美國現在最需要的工種 多數都是IT人 那 他是在哪些城市最多人 即是施雅圖 西岸 其實西岸 比較偏向西岸 西雅圖 波特蘭 三藩市灣區 三藩市灣區有兩道 一些叫做大公司 就在植谷 史丹福大廈 大學一大 即是浩西那些 即是南灣那些 但現在 叫做在Downtown 你知道Tenderloin Art District在那裡 那裡就開了很多叫做新的Boutique Startup 什麼叫Boutique Startup 三個人搭個棚 行不行不行不行 為什麼在那裡 現在 錢呢 錢的 錢直谷都多 但是 一些叫做新的錢 亦都是比較可以承受高風險的 就是丹炭 所以丹炭都多了 Boutique Startup 是不是在Downtown租一間小小的 貨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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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以前那些 舊工廠 舊大廈裡面 然後有一些很工業風的 即是公司帶門 是一道車房門 要自己拉閘的 那些 我想起華爾街之王 最初 美安南道 最初那間公司 就在車房裡面 那很多 Steve Jobs 都在車房組裝第一部電腦 Steve Jobs 自己的車房組裝第一部電腦 是的 其實 但是你說熱門公種分佈在哪裏 除了IT之外 我想說中西部 芝加哥 威斯康生 還有Indiana 那些 醫療設備 就是剛才說的 醫療設備 醫療設備 還有 醫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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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裏都多 那些 那些是大錢 那些 現在醫療機構 經常咳人手 如果想咳人手的話 也一樣多病人 或者更加多病人 那要怎樣做呢 就是要拿科技去答救 所以這些 醫療的資訊 的系統 就是 將來 將來會有很多發展 那東岸呢 東岸有什麼工種呢 我認識東岸那些 多數都是 在一間名牌大學讀完MBA 找實習機會 那些很貴的 那些有錢仔有錢女 你有錢去讀 你都不用擔心 不用那麼愁 東岸金融居多 或者是一些 比較偏向銷售性的東西 銷售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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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賣服務 賣服務 對 都是混繞金融行業 金融行業 即是會計師 律師 advisory 或者management consultant 就是諮詢服務 諮詢服務 OK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兩位上來做節目 我們 成幫二世組 我們12月會在香港再見 好像是 我們終於可以回總壇 賣Radio做節目 到時大家見 我們今集到此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